南亞理工大學孔子學院 歡迎出席我們南亞理工大學孔子學院 名師經典講座系列 今天的這一講是由南大中文系崔峰老師主講的 崔峰老師來自中國 他2006年到南亞理工大學來念研究生 然後呢取得博士學位以後他就留校任教 他在中文系主要是負責翻譯課程那個部分的課 那麼崔老師他自己的研究範圍 最近這幾年比較集中在新加坡翻譯史 還有中國當代的翻譯歷史的研究 我覺得他今天這個課題是蠻有意思的 其實啊在新加坡就是原來念華校的學生裡面 就是我們的老師或者是我們師長輩 包括我父親母親那一代人 他們看的他們所閱讀的小說裡面 其實很大的一個部分是中國翻譯的這個外國文學 所以是我們師長輩的華校畢業的學生 都是通過中國的外國文學翻譯作品 而認識西方世界認識西方文學的 那麼崔老師今天給我們講的這個題目 其實我想應該可以 我們就是所關注的就是中國翻譯界 尤其對文學和世界文學方面的翻譯 對我們新馬一代的影響 那麼後面的背景啊 還有這個整個大範圍的介紹 看這個課題是蠻吸引人的 好 那麼我們現在就恭請崔老師給我們開講 崔老師請 謝謝梁院長 各位老師 各位同學 各位朋友 今天很高興能夠接受孔子學院的邀請 來跟大家分享 我其實從06年開始讀博士 一直到今天始終關注的一個課題 這個課題就是關於這個世界文學的研究 那麼我的主要觀測點呢 是在一個相對來說比較特殊的歷史年代 也就是1950年代1960年代 新中國成立之後 那麼在那個時代裡面 我們都知道那個時代 我們跟西方社會的關係 跟我們的老大哥蘇聯的關係 跟第三世界的關係 都是存在著不同階段的 然後若即若離 然後呢有親密的蜜月期 也有這個非常痛心疾首的 分手的這段時間 那麼在那一段歲月裡面 國際環境奋雲突變 然後呢在中國大陸本身的內部呢 我們也出現了很多次的政治運動 那麼我自己做的課題呢 或者我自己比較關心的課題呢 是喜歡做這個意識形態 政治社會語境 跟這個中國翻譯文學的 這樣一個互動關係 那麼做這樣一個課題的時候呢 我就選擇了一個切入點 就是談這個世界文學 這樣一個期刊 那麼這個是2018年的時候呢 我的這個專注叫翻譯文學與政治 在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了 那麼呢 我今天呢就會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我對這個課題的相關研究是什麼 這個期刊其實很有意思 是1953年7月創刊的 當時它創刊的時候呢 不叫世界文學 是叫義文 那麼到59年的時候呢 它改名叫世界文學 當然你從這個名字的改變 你也可以看出來 當時的這個內外的社會語境 是怎麼影響到了我們當時的國人 如何看待外在的世界 好這個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我始終要帶大家思考一個問題 就是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國民眾裡面 我們的世界是怎樣的世界 以及我們看到的文學是怎樣的文學 可能跟我們今天所看到的視野 是完全不一樣的 好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看 這個 我們當時的這個期刊啊 還是很有趣的 不僅有文字啊 也有圖片 其實對這個課題做深入研究的時候呢 我們也可以把它的這個文圖學 我們中文系易若峰老師搞這個文圖學研究 我覺得也是個很好的切入點 你可以看看這個裡面的這個圖片是怎麼安排的 文字和圖片的相互關係 一直到今天你會發現 它的這個色澤色彩都會發生了鮮艷的變化 所以這個期刊呢 到今天呢 是依然存在的 一直到今天都有 那麼為什麼研究這個期刊 大家可能去想到一個機構一個組織 它可能有身份政治地位 一個人士一個人 他有自己的身份政治地位 但是有意思的是 可能一個期刊 他也有自己的身份政治地位 你要知道我們這個人 他可以排名作次 但是期刊也絕對可以排名作次的 那麼這個期刊是怎樣的一個期刊呢 它在五三年成立的時候 是當時中國作家協會的機關刊物 中國作家協會的機關刊物 中國作家協會呢 我想大家應該知道 它在中國是一個享有政治地位的 這樣一個組織機構 跟我們的新加坡作家協會還不太一樣 我知道可能在座的 有些老師同學加入了新加坡作家協會 新加坡作協名義上講 它還是一個相對民間的一個組織 可能是有一群同仁 比如說他組成了一個協會 那麼可能去工商局註冊一下 那麼這樣一個協會呢 相關的這個就可以成立了 但是中國作家協會 卻不是一個這樣一種概念 它是一個明確的官方機構 1949年之後 你加入了中國作家協會 就意味著你的意識形態 你的寫作的模式方式 包括你翻譯什麼樣的作品 都要開始進入到 就是我們叫做黨和國家的一種規訓 進入到一個體制和體系裡面 所以當時中國作家協會 一直到今天 中國作家協會的會長 你要知道或者他的主席 其實在今天 他相當於中國一個省長 一個部級幹部的這樣一個地位 所以他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 我就清楚的記得 前幾年 中國作家協會 現任主席 鐵寧主席 到新加坡來做演講的時候 當時應該是福建會館組織的吧 我還去了一趟 那是海南會館組織的 當時陪同接代的是誰呢 陪同接代的是當時的 中國駐新加坡的大使 因為他的大使的級別 是比我們這個作家協會主席的政治級別 是要低的 所以他是陪同接代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當時這個世界文學 或是當時的這個譯文 其實本身它是有官方地位的 那麼除此之外 我想說我們在翻譯學裡面 或者在我們翻譯史研究裡面 有一個概念叫做贊助人 贊助贊助不是我們搞活動 隨隨便便給錢就叫贊助人的 贊助活動在翻譯研究的概念裡面 也包括了就是誰來讓這份期刊 通過什麼樣的渠道來進行發表 進行宣傳 進行傳播 什麼樣的一個組織和機構 去贊助這個期刊裡面 相應的編者 譯者 可以在上面發表文章 當然也包括經濟地位的支持 其實這個中國作家協會 當時不僅在政治地位上 可以讓當時的加入中國作協的 作家 譯者 可以享有一定的政治社會地位 同時你加入了作協 每個月還可以領工資 甚至於你家裡人的生老病死 作協都可以替你安排 小孩子進幼兒園也可以替你安排 這個就是典型的一種贊助行為 所以中國作協的話 他對一個作家 對一個翻譯家 對一個期刊的贊助是全方位的 包括他的政治地位 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 那麼中國我們在進入新中國之後 大家都知道 我們那個時候還是在冷戰時期 但是冷戰時期的話呢 這個特殊的中美關係 和特殊的中蘇關係 就決定了我們當時 可能看待西方的一些文學作品 或者接觸到了西方的一些渠道 是比較有限的 所以這個世界文學 或當時還叫《易文》 這個期刊是什麼呢 是當時中國官方唯一的 就是在官方層面唯一的 可以發表介紹外國文學作品的期刊 這個我一定要強調是叫官方行為 什麼叫官方行為 你就是在外面可以買的 可以買得到的 進入到正式的官方的流通領域的 只有這份期刊 所以當時這份期刊的發行量 達到了上百萬之距 就是每一期的發行量有上百萬 這是不可想象的 你想想看 我們今天寫一篇學術作品 包括我的這本書 能夠如果在這個中國市面上出版 我要求不高 能夠有一萬 我就很高興了 我們的這個學術作品 或者包括純文學的一些研究的作品 能夠有數千上千的這樣一個銷量 就已經很了不起了 但是在當時達到了百萬之距 所以可以說 當時中國人了解外在的文學動態 其實說就是通過這份期刊所了解的 或者說官方渠道 那為什麼我要強調官方 大家一定要知道 我們在五六十年代 並不是一個被簡單的規訓的過程 我們有所謂的什麼 地下閱讀的形式 包括在文化大革命時期 我們有所謂的地下閱讀的形式 比如說有手抄本 比如說有黃皮書灰皮書 這種是不能夠在官方層面進行流通的 但是可以在一定的人群 一定的階級層面裡面 比如說你進行內部的這樣一種流通 是可以的 可以批判使用 但是是內部流通 但還有一些手抄本 所以你要知道在六七十年代 我們很多人的這種精神食糧 不僅有官方這種渠道 它還有私下的一種什麼 一種傳播的渠道 所謂的偷書竊書 當然孔毅吉說這個竊不算偷 但是這種還有包括那種手抄的形式 其實是我們的閱讀形式是豐富多樣的 並不是我們想像的五六十年代的 一種很枯燥的很單一的 很唯一的一種規訓的 這樣一種社會生活的文化模式 並不是這樣子的 那麼除此之外 這個期刊為什麼還值得研究 當時可以說能夠排得上號的 我們能夠想像得到的 就是著名的翻譯家 你都可以在這個期刊上找到他們的譯作 像《妙嵐商》放進去這種喜樂的 歌德的作品 這種大的德國文學翻譯家 全部在上面都有 好 那麼除此之外 當然我這裡面還有些數據的統計 回頭可以跟大家去看一看 這裡跟大家講一個概念 就是所謂的十七年 什麼叫十七年 十七年就指1949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 我們叫做文學的十七年 或者叫政治生活的十七年 所以這段時間呢 我們往往會說 這是一個比較意圓化的 意識形態比較意圓化的 這樣一個年代 但即便是意圓化 或者西方的一些學者 把它叫做毛主義的時期 那即便如此 我想說在這十七年裡面 我們的政治運動的錯綜複雜 其實深刻的影響到了 我們對文學作品的接受 而且在每一個時間段裡面 我們都會有不同的接受方式 所以不要把我們的整個五六十年代 看作一個很簡單的 就是受毛主義統治的 這樣一個年代裡面 它裡面的其實 社會形態是非常複雜的 那麼我這裡面首先談一下 這個期刊的標題叫義文 為什麼這個期刊叫義文 我想說如果我們做 學術研究的話 做一個課題的研究 應該有一個歷史的縱深感 就是說既可以往前推 也可以往後推 把一個作品的研究 一個作家的研究 一個期刊的研究 放入到一個 時代的線索裡面 去發掘它的思想意義 發掘它的社會史的意義 這樣的課題 才能夠做得深刻 那麼這個期刊呢 在五三年的時候 剛開始叫義文 那為什麼叫義文 這個旁邊有一些 藍色的圓珠筆的筆記 是我當時讀書的時候 做的一些筆記 那麼當時 矛盾是這個期刊的敵人主編 所以你可以看到 政治地位又出來了 矛盾擔任一份期刊的主編 你很難想像 中國現代的大作家 同時矛盾他還有一個政治身份 是矛盾是1949年 新中國成立以後 中國文化部的敵人部長 所以一個部長 文化部部長親自接替 擔任一個期刊的主編 當時矛盾啊 我們都知道一個期刊要創刊 你肯定要寫發刊詞 這是很有意思的 值得去研究的 矛盾說 他為什麼把這個期刊叫做義文 因為他講了 因為在1930年代的時候呢 當時有一個期刊 翻譯文學的期刊 也叫義文 而那個義文的主編是誰呢 是魯迅 然後兩個助手是誰呢 一個是矛盾 一個是黃源 黃源生 所以矛盾他說 為了回憶30年代 跟魯迅辦義文期刊那種經歷 所以呢 他把這個50年代的創刊的期刊 也叫義文 我想跟大家去分享 我自己讀書的一段經歷 就是我們看別人的文字 我們看別人的文字 不僅要看它表面上怎麼寫 但千萬不要當真 就好比你看胡適的日記 千萬不要以為胡適的日記 就是他內心的獨白 因為胡適當年寫日記 就想著他的日記 以後一定要發表的 是給你看的 但是你讀蔣介石的日記 你就知道蔣介石的日記 才是他內心的獨白 所以你看別人的表面文字 看一半就可以了 還有一半可能不是真的 所以我們做翻譯研究 或者跟翻譯歷史研究 結合起來 就是說要經過史料的爬書 去思考 他講的話 是不是有多大的可信度 比較有意思的話 你可以去發現 我想這一個期刊 往前去延伸 你就可以發現什麼呢 1930年代 鲁迅辦議文的那回事 跟1950年代 毛鄧辦議文的一回事 根本是兩碼事情 根本是兩碼事情 為什麼呢 因為鲁迅 在1930年代 辦議文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環境 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個時候 我們國家重視的 就中國 他重視的是什麼 重視的是弱小民族 蘇聯 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弱小民族 有的不一定是社會主義國家 就是弱小民族的期刊 因為那個時候中國很弱 所以鲁迅刻意的選擇了一些 西方的被欺辱的 被侮辱的 弱小民族的作品 在這個他當時辦議文的期刊上去發表的 但是到了矛盾50年代辦議文期刊 你會發現世界格局完全變了 我們的老大哥是蘇聯 所以在50年代 我們跟中國跟蘇聯 有蜜月期的那個年代裡面 大多數我們翻譯和介紹的 絕對是蘇聯的文學作品 以及一些社會主義國家的文學作品 所以你會發現他的摺取的範圍 是完全不一樣的 那麼為什麼一定要在53年 創刊的時候也叫議文 可以肯定的是 他覺得啊 我跟30年代辦議文期刊 有一種扭帶的關係 情感的寄托 我承認可能矛盾 他確實有這麼就回憶的這樣一種過往 我覺得可能是存在的 但更多的是什麼 我剛才講的 這個期刊是有政治地位的 所以你要從政治和意識存在的 意識形態的層面去理解 更多的是什麼 更多的 他是要借魯迅曾經創辦一文期刊 來為他50年代創辦一文期刊 來贏得一種翻譯和介紹上的一種 權威性和合法性 為什麼呢 因為你借魯迅的這樣一種名義去辦期刊 你會發現 魯迅在三四十年代之後 他被中國共產黨捧上了神壇 毛澤東親自說他是三加五罪 革命家思想家文學家 還有骨頭最硬的 最怎麼樣最怎麼樣最怎麼樣的 你就會發現他是在40年代以後 被捧上了神壇 當然魯迅被拉下神壇 是1980年代以後的事情了 所以五六十年代的時候 他已經被我們領袖拉上神壇 那麼作為一個神壇領袖 那麼他的這樣一種 跟三十年代的關聯 可以有意識的聯繫到了五十年代 所以通過這樣一種聯繫 這份期刊的翻譯和介紹 就有了什麼 就有了明確的這樣一種權威 明確的一種合法性 異界的合法性 說通俗一點 就是你找到名人可以給你代言了 那麼這個期刊再往後 可以稍微推一推 我想講有意思的是 我為什麼做這個期刊研究是做到66年 原因很簡單 因為66年他停刊了 沒有了 那麼在整個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間 這個期刊是空白的 是空白的 那麼他什麼時候恢復了 是1977年的時候恢復了 但是有意思的是 一個期刊的恢復 他並不是立刻重新走向官方的市場 走向流通領域的 他是先以一種內部刊行的形式 來進行發表的 所以這個是很有趣的 我光這個內部刊行 我最近寫了一篇四萬字的文章 就專門來談那兩年的事情 發生的事情 鄧小平先生還說要摸著石頭過河 其實你發現 我們當時辦期刊 在特殊的年代裡面 也在摸著石頭過河 為什麼大家要摸著石頭過河 回頭給大家去梳理 在整個十七年五六十年代期間 任何一個大小的政治運動 都會決定這個期刊的命運 和辦刊的方針 66年文化大革命 還沒有爆發的之前 當時在中國進行四親五親 這個下鄉運動 所以當時的編輯委員會們 為什麼要停刊 全部下鄉勞動權 你下鄉勞動以後 編輯部當然要停止運作了 所以你可以發現 國家的命運 是跟這個期刊 和裡面編輯人員的命運 是緊密相連的 所以七七年之後 一定要肯定是什麼 以內部發行的形式 因為政治形勢還不明朗 我們在文化大革命 還沒有結束的時候 這個期刊 可以意見什麼樣的作品 依然是一個未知數 而你要知道 意見什麼樣的作品 如果你意見錯了 或者方向錯了 或者政治不正確 會導致這個期刊 或者裡面的主編編尾 都可能會承擔一定的政治風險 甚至他的政治生命 那麼這個期刊 內部發行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是什麼呢 它跟以前 是有一個內在的聯繫的 在66年停刊的時候 最後一期 當時這個期刊 它有一個一篇文章 講的是外國文學工作者 在毛澤東思想的歧視下前進 所以你發現有意思的是 一個我們以為的純文學期刊 其實裡面掺杂著很多的政治 評論性的文章 這個我們在翻譯研究裡面 把它叫做平行文本 或者叫做副文本 就是我們看翻譯研究的作品 不僅僅看翻譯的作品 也要看別人怎麼去評論這家作品 以及它相關的這個 跟它一起發行的 其他的文本類型 所以66年當時講的是 毛澤東思想指導著 我們去辦這個期刊 好 再來看77年的內部發行 你會發現第一篇文章 還是在談毛澤東思想 所以最可靠的是什麼 就是把一條線索拉出來 始終高舉毛澤東思想 你的政治問題 總會不會有問題 所以它是以內部的形式 來進行刊登的 然後你看看裡面是哪些人 在進行評論 都是我們今天大名鼎鼎的 劉白宇 曹敬華 對不對 還有誰啊 還有紀憲林 都在裡面發表過文章的 羅大綱 墳墓 都是我們墳墓 都是我們今天耳熟能詳的 一些著名的一流的學者 然後你看第二篇文章 毛頓繼續向魯迅學習 所以你第一高舉毛澤東旗幟不會錯 第二 魯迅還沒有被拉下神台 依然把魯迅作為我們的精神領袖 文壇領袖 這個總會不會去錯 好 然後再去談談其他的 如何進行揚為中用的問題 好 那我請大家來看一個有趣的現象 這個是 我講了77年和78年 它有兩年是內部發行的 摸著石頭過河 先試試水 然後先看看內部那些人 是怎麼去閱讀的 所以大家就講了 這就是一種典型的地下閱讀的形式 所以你能夠把這種地下閱讀的形式 也能夠去挖掘出來 你會去還原出 或者說再現出 當時中國人的閱讀的那種不同的模態 不僅是官方的 誰讓你看的 你去看看真實的中國人 想讀的是什麼樣的作品 對不對 好 這兩個 你沒發現有趣的地方是什麼 1978年有兩個第一期 也有兩個第二期 好 你能猜猜看 哪個是內部發行 哪個是公開發行 大家能不能從它的匪頁 或者從它的底頁的目錄上面 看出一些比較有趣的現象 哪個期刊是內部的期刊 哪個期刊是公開的期刊 大家覺得左邊的是公開的還是內部的 可以通過蛛絲馬跡啊 就是我們爬梳死掉的時候很有很有趣的 左邊的是那邊啊 埃伊斯坦向的啊 是公開的 為什麼呢很明顯 因為它有一個總第141期 它也把以前的期刊的 數料一直拉下來了 而右邊的是內部的 內部的 1978年的第二期 第一篇就是尼羅和尚的彩案 很有意思 你可以從上面可以讀到了 你要知道這個期刊很有意思的 80年代以後 什麼卡夫卡的作品在上面慢慢出現 我們都是通過這樣的期刊 去接受西方現代文學的 你看羅曼羅蘭的介紹的 羅曼羅蘭你看 羅曼羅蘭在50年代的時候 傅雷被翻譯寄來是受到批判的 你不能夠亂翻羅曼羅蘭的作品 因為羅蘭羅蘭的作品 以前是有強烈的個人主義和 英雄主義色彩的 你知道在17年期間 或者在毛主義時期 個人主義 英雄主義和人道主義是受到批判的 但是在 奔向變了之後 羅曼羅蘭的作品 可以開始慢慢地去 進入到公眾的誓言 所以這個都是比較有趣的 好 這個是80年代以後的世界文學 這個期刊我講 為什麼值得研究 我呢 目前呢 或者國內很多學者跟我講 我目前呢 把這個文化大革命之前的世界文學 基本上能夠研究的差不多了 其實我心裡面有一個 宏大的目標 就是做一個世界文學研究的三部曲 第一部已經寫完了 就是研究17年期間的 第二部呢 就是專門寫一個 文化大革命快要結束 到這個改革開放初期的 叫一個轉折時期的 第三部 我的設想本來是做什麼呢 是寫這個 1980年代的這個新時期的世界文學 也是很有意思 為什麼我覺得可以值得去做 因為我們在新時代裡面 我們在80年代 大家知道80年代 是中國人 在文學文化翻譯歷史上的 第四次高潮時期 第一次高潮時期 我這樣稍微普及一下 第一次高潮時期是佛經翻譯 從這個東漢到唐朝為高潮期 一直到宋朝為降落 佛經翻譯 第二次的我們對外國的作品的意見 不僅是文學社會思潮的意見 是明朝末年 那個時候的傳教士 所帶來的西方的科學技術的翻譯 大家所熟悉的利馬豆 他給我們翻譯了天文數學知識 我們今天在漢語裡面 所使用的 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的星期 以及幾何這個概念 還有圓 多邊形 四邊形 零形 還有切線 這些漢字 是明朝末年的利馬豆 跟渠光起一起發明的 我們已經用了上千年了 所以你想想看這個詞 我們要的今天 第三次翻譯高潮 是清朝末年 到中華民國初期 當時是文學作品的 大量的翻譯的一個年代 我們從西方的當時文學作品裡面 介紹了很多作品進來 通過翻譯文學作品 我們有了今天漢語裡面的標點符號 我們知道了被字句 該怎麼去使用 知道了漢語裡面 從來沒有使用過的雙重否定句 打破了以前我們寫作品裡面的 欲知後事如何且進下回分解的 這種張回體式的形式 都是通過翻譯文學 改變了我們今天的文學景觀 第四次的翻譯高潮 就是1980年代以後的文化熱 我們知道了卡夫卡 知道了馬爾克斯 沒有翻譯熱 就不會有諾言德諾貝爾文學獎 就不會知道百年孤獨 就不會知道品特 就不會知道西方的各種各樣的哲學思潮 所以文化熱和80年代文化熱 應該說世界文學這個期刊 對80年代中國人讀書 產生的文化熱 是扮演了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我記得蘇彤老師 在我們南大做演講的時候 公開演講的時候 曾經講過 他講80年代是一個最好的讀書的年代 你要知道80年代的女孩子 她要去嫁一個自己的未來的伴侶 她不是看家裡有沒有存折 家裡有沒有房產 有沒有買車 她是問你會不會寫詩 所以我們中文系的現在系主人 尤老師應該肯定在那個時候更受歡迎 她是個詩人 那個時候你會讀詩去讀孩子的詩 讀各種各樣的西方的文學作品 那個時候是80年代女孩子去追求 配偶的這樣一個很有趣的年代 所以世界文學期刊 絕對在當時扮演著一個很重要的作用 但是我現在不太改去寫 這個80年代以後的研究了 為什麼呢 我回頭會跟大家去講 因為我們的很多的研究要基於一手資料 這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因為目前拿到一手資料 不太像我在2003年 2006年開始去拿一手資料的時候 那麼便捷了 這段話呢我不細讀了 這個是我這本書出來之後呢 我的導師王洪志教授所寫的序言 王洪志教授呢 是我在南洋理工大學讀書的時候 他是我的導師 他那個時候是我們南洋理工大學 人文學院和文學院的創院院長 那麼後來他2010年之後回到了香港 他在南洋理工大學那時候 只帶了我一個博士生 就像計劃生育一樣的 就培養了我一個 好 那麼他在給我這本書寫序的時候呢 凸顯了一個什麼問題呢 就是凸顯了我們對原始資料和一手資料的掌握 當然也要把這些資料回歸到歷史語境裡面 去考察編輯部的運作呀等等等等 誰來審閱呀 益者是誰 好 當然我在做這個期刊的研究的時候呢 會做一些基本的一些數據的統計 光看這些一手資料 或者這個期刊本身就是一個一手資料呢 我前前後後大概花了一年半的時間 才把這1000多篇文章都看完了 那麼我自己或者我跟我老師所學的 就一種研究方法呢 就是要做一些細緻的年表 把這個每一期誰怎麼翻的 一些基本的訊息放上去 所以上面你可以看到 作者作者的情況 國別一者一品名等等等等 都是基本的情況 但是接下去我在做這個研究的時候 因為你要知道我們做研究 不可能回過頭來再看 再花一年半的時間 把文章再重圖讀一遍 就我們就需要找我一定的研究方法 所以我會用其他顏色呢 或者做一些我自己的思考點 我所思考的東西 都是跟我的翻譯文學和政治 這條線索有關係的東西 這樣的話為我後面 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 寫整本書的時候呢 重新回過頭來 立刻可以去定位到哪一篇 我需要去思考的文章 可以直接去定位到它 當然還有一些基本的數據統計 我們那個時候不像今天 可能有些很先進的軟件 做數據統計的 那時候完全是靠自己 去下死功夫 為什麼要做統計 我們要去分段 一個好的課題 特別是有歷史脈絡的課題 一定是分階段的 在哪個時間段裡面 我們翻譯了什麼樣的作品 哪個時間段裡這個作品 有種此消彼長的過程 哪個國別的 哪個區域的 這種分段的出現的那種 曲折的變化 很可能就是我在做整個的 從五三年到六六年 這麼十多年來 我要給它劃分的 這樣一個階段的問題 所以這個就是我的階段的劃分 肯定是要有根據的 所以這個是我閱讀的 第一部分一手資料 第二部分一手資料是什麼呢 我當年非常幸運 我那個時候還是一個普普通通的 馬上要讀博士的學生 在學術界沒有什麼太大的名望 可能唯一可以沾光的就是 我的碩士生導師 中國最著名的這個翻譯理論家 謝天正老師 那麼當時我 當然我並沒有打著我這個 老師的招牌去 我當時呢 就去了哪裡呢 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 外國文學研究所 因為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之後 這個期開呢 就由中國作協移到哪裡去管理呢 移到了中國社會科學院 外國文學研究所去管理了 當時的管理的所長呢 是焚治 焚治成了第三任主編 好 我非常幸運的當時啊 我就先寫一份郵件 給當時的主編叫于忠仙 他的副主編叫高姓 就是那個高姓 很happy那個高姓 副主編 高姓主編呢 現在已經做正主編了 當時我就打電話給他們 我說我要再做博士論文 能不能到你們那邊來做一個采訪 並且呢 看看有沒有什麼資料可以提供給我 完全不認識這兩個大名鼎鼎的主編 政府主編 還有包括他們的辦公室的這個 編輯部的主任 我那天去了 跟我太太兩個人一起去的 那個時候也沒有很好的拍照的工具 那時候手機還不具備拍照功能 我們就帶著相機帶著攝像機去的 讓我非常感動的是 兩任主編 兩個主編同時接待我 端插倒水就算了 讓我就覺得這個後備學子很擔當不起 最讓我感動的是 他們去了內部的資料室 把當時可以提供給我所有的內部資料 都讓我拍下來了 沒有讓我 需要讓我出示任何的證明和版權 所以今天大家可以看到這個裡面的文字 下面呢就是矛盾的親筆簽名 我都拍下來了 後面還有更珍貴的資料 可以跟大家去分享 這個讓我很感動 所以為什麼我後來開玩笑 我這篇世界文學的研究 後來出來之後 18年出來之後 其實在中國大陸 還是產生的比較大的影響 因為你以後要研究這個期刊 都要看我的文章 或者有些做一些小問題 小課題也要看我的文章 但是呢我比較自信的去講 如果你要再去做 至少做17年期間的世界文學 我可能可以跟他講 你目前很難超越我 為什麼呢 因為我看的資料是你看不到的 而且你現在看不到 可能將來一段時間 也不一定能夠看得到 我後來在十多年之後 重返就這本書出來之後 當時高姓副主編 已經做了鄭主編 十多年之後 18年19年的疫情之前 19年5月份 我重新去了中國社會科學院 把書送到他們手邊 我問有沒有什麼新的資料 可以再讓我看看 不太拿出來了 說資料在整理 那我知道就是有點婉拒的意思 所以我就為什麼我講 目前你要做八九十年以後的世界文學 現在可能不太好做了 因為你沒有一手的原始的資料 在裡面拿出來 沒有一手的資料 你就寫不出別人能夠寫出來的東西 也寫不出來的東西 所以我們做課題 一定要做別人做不出來的東西 看不到的東西 你寫出來才有意義才有價值 你看出來的東西 都是大家能看的 那沒有太大意思 除非你真的有很大很強的批判性的思維 好 我為什麼要給大家看這封信 包括這封信和下面這封信 都是有矛盾的 都是矛盾的信件的 你在矛盾全集裡是看不到的 那麼 有意思的是什麼呢 寫信給誰的呢 上面那些淡淡的那個字呢 是編輯部的主任蘇航 當時寫信給矛盾 他稱矛盾是省部長 你很有意思啊 你會發現 我剛剛講的這個期刊的主編是誰 主編是矛盾 編輯部主任寫信給主編 他不稱沈主編 他當然稱省部長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你會發現 他們之間不是在一個辦公室辦公的 否則他不需要去寫信的 是不是 他們是通過書信網來的 好 那麼寫信的 轉的信的內容 包括這個下面的 是談了什麼問題呢 談了一個當時的美國作家 叫馬爾茲 我估計很多人都沒有聽過 馬爾茲這個人是誰 坦白地講 我不研究這個期刊 我也不知道馬爾茲這個人是誰 因為在西方的主流世界裡面 馬爾茲是絕對進入不了西法文學史的 是絕對進入不了的 但是 為什麼馬爾茲的信件 會這麼受到重視 因為馬爾茲 他的幾部作品 當時由中國的作家翻譯過來 然後呢 他自己寫信給毛頓 希望他被翻譯成中文的作品 能夠在世界文獻上面 在譯文上面發表 好 問題來了 你能不能隨隨便便發表一個美國作家的作品 在五六十年代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問題 蘇聯的作家沒有太大問題 或者是社會主義國家的作品 他們是有什麼 是有政治的保險性的 但是美國作家 你不要忘了 那個時候是中美冷戰時期 關係非常不好 就跟今天一樣 所以 在冷戰時期 你即便發表一個 馬爾茲還是一個美國共產黨作家 我跟你講 他還是一個共產黨作家 即便如此 由於他是一個美國人 所以 當時 處理這一類作家的翻譯作品 你要非常小心 那怎麼辦 誰來 誰能夠決定這樣的作品 能不能翻譯啊 矛盾 才能夠決定 矛盾很有意思 矛盾呢 曾經在他的回憶錄 叫我走過的路 所以我們讀書 不僅僅要讀矛盾的這個書信 你要還讀他的回憶錄 我為什麼能夠很很快的去判斷 矛盾跟這件事情的關聯 因為我讀他的回憶錄裡面 矛盾有一句話 他在我走過的路裡面 回憶他50年代 創辦藝文的時候 他講 他跟編輯部的關係是什麼 叫 挂名不辦事 矛盾自己說 他在50年代 辦藝文期刊的時候 叫挂名不辦事 好 各位 我又要跟大家去講了 千萬不要相信 他說的話是真的 為什麼 因為你看到他內部書信以後 可以一下子把他當年的話 推翻掉 可能那個是他的回憶錄裡的 自遷之詞 挂名不辦事 就是指他確實不到編輯部 幹實事 但是 我想把這個話 換一換 換成一個中國的另外一個政治術語 叫做抓大放小 矛盾的小 是指他不參與編輯部的 直接的運作 但是他的大 抓的是什麼呢 抓的是如何與美國的作家打交道 這個是涉及到外交問題 所以矛盾他要親筆 批示這個作品 能不能辦 什麽時候 能不能去發表 怎樣去發表 所以 涉及到外交層面的話 矛盾是親自去抓的 好 那麽小的地方是什麽 我很幸運的看到了當年的編輯部裡面 如何進行運作的內部資料 就是這個東西 比如說你要發表一個外國作家的作品 首先可能是什麽 編輯部主任的簽名 然後副主編的簽名 然後主編的簽名 他們裡面會寫上很詳細的審閱的報告 你通過這個審閱的報告 不僅僅讓我們看到編輯部是怎麽運作的 更讓我們看到了 當時的我們的國人 或者這批讀者 他如何去評價 什麽樣的作品 才可以進入中國民眾的視野 這是很重要的 什麽樣的作品可以進入中國民眾的視野 蘇聯的作品當然可以 社會主義國家的作品當然可以 但是你以為只要政治正確就可以了嗎 我們把當時的編輯 閱讀的審稿者那就想的太低了 把他們的品位就想的太低了 你通過這樣的閱讀 你就會去發現 通過內部資料你就會發現 其實在這樣一個政治掛帥 或者是相對來說 議員化的年代裡面 政治正確是一味的 所以毛主席在1942年 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就講過了 文藝是第一位 政治是第一位 文藝是第二位 但是你可以看到 49年之後我們很多作家 依然在堅持文學作品的審美性 並沒有被徹底的從意識形態上進行歸詢 他有最新的 他有自己內心的文學性的堅守和堅持的 你從這個裡面就會看到 誰呢消遣 這封信是很寶貴的一封信 我現在有點後悔 因為當時沒有非常好的高像素的照相機 手機 這個拍照的時候呢 可能我手一抖 太糊了 但是馬馬虎虎還能印出來 因為本來當時國內有一些老一輩的學者 叫我專門就消遣的這封信 寫一篇文章 發到中國新聞學史上那個期刊上 等我很信衝衝的要準備去寫的時候 我發現這個糊了 糊了以後呢很多字我就識別不出來 但是大概內容我是知道的 我想說大家知道在 《消遣全集》已經出版過了 是由他的夫人文杰若出版的 他們夫妻兩個翻譯尤利西斯 那個在九十年代吧 二十一世紀初是由武漢那個 武漢的一家出版社 出版了《消遣文集》 我當年我很希望就是看到這個信的時候呢 把這份信寄給文杰若 我不知道文杰若女士 現在好像還健在吧 應該還健在 當然《消遣》已經去世很早了 為什麼呢 因為這份信沒有收入到《消遣全集》裡面去 但是其實很重要 因為《消遣》評價了《妙嵐山》 這樣一個當時中國一等一的 德國文學研究者的譯文 你想想看如果一個妙嵐山 他如果我辦一個期刊 他翻譯了一篇文章說 我今天翻譯了一篇喜樂的 崔老師你替我 能不能在你的辦的期刊上發表一下 我求之不得 我給你辦一個專刊我都願意 你有五篇拿五篇有十篇拿十篇 但是你可以發現當時的期刊 就直接被什麼 被《消遣》給拒了 原因很簡單 原因就是 不是說他政治不正確 原因是他認為他翻譯的不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五六十年代 這樣一個意識形態的掛空的一個年代裡面 我們的譯者 譯者的這個評論者 跟譯者之間的相互關係 首先當然譯者的翻譯質量 我們有約稿的 譯者的翻譯質量 一些好的一些文學家 大譯者 當然翻譯質量 可以做到一些基本的保證 但是如果你翻譯的不好 對不起 依然會退稿 這個是讓我覺得 讀起來讓我很欽佩的 也是我們今天可以去 在這樣一個學術的年代裡 我們可以去思考的 可以去思考的 好 那麼我的第三類的 遺手資料來在哪裏 我想說我的這篇博士論 2011年就寫完了 我2012年留校任教的 2011年寫完了 但是我的出版是2018年的時候 所以有人可能在問 我這七八年在幹什麼 是不是把這個稿件放在那邊 就等著合適的時間出版 應該是這樣子 但是在這個七八年間 我做了一項事情 就是我知道我這個文章 是需要不斷地沉澱的 不斷地沉澱的 就是說雖然是我的第一部 學術專注 但是我希望它能夠 產生比較大的社會影響 那麼我就要拿出別人 目前現在可能將來很長一段時間 你都看不到 或者已經被我看到的資料 冷占50年之後 有一些資料慢慢開始解凍了 所以我自己做翻譯史研究 有一個很大的體會 就是我們目前做翻譯研究 越來越多的是一個跨學科的研究 文學的 歷史的 政治的 意識形態的 還有出版的 包括還有外交關係 這些都是我們當年要讀書的內容 那麼我就一直在等一些相關資料的解密 那麼 2018年初二 還是2017年末的時候 2017年 2017年暑假 我在倫敦大學學院 待了整整兩個月 那兩個月我在幹什麼呢 因為倫敦大學學院 購買了新進解密的 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解密答案 還有英國外交部的解密答案 所以我那兩個月的時間 天天在他們的這個 database裡面去翻資料 去翻資料 去看 然後下載了 我下載了上千篇的 這個當時他們的這個 很多都是電報 當時的電報 現在是解密了 可以看了 那麼你通過這個解密關係 你就看出來什麼 你可以看出來 很多我們當時的中蘇中美的三角關係 並不是我們可能在中國大陸的一些學者 所看到的簡單的中蘇中美的三角關係 中蘇關係什麼時候解凍的 什麼時候開始出現裂痕的 中蘇之間那種裂痕的出現 是不是一下子出現的 還是什麼時候完全分裂的 這些細微的外交關係 其實都決定了我們這個 享有政治地位的期刊 如何去把控我們對蘇聯的作品 該怎麼去研究 因為我講了這不是一個普通的民間期刊 因為它的領導人是可以直接接觸到最新的什麼 國家機密的 而且它這個期刊是要緊跟國家的形式的 雖然它的這個期刊裡面你看不出來什麼 但是你期刊裡面的文章的變化 你可以通過這個外交關係 來進行相互的佐證和印證 所以你可以發現58年的中蘇關係的 一種裂痕的出現 其實到1963年才正式的去 雙方開始什麼 雙方開始完全破裂 但是58年中蘇關係的這樣一種 若寂若離的關係 使我們看到了在當時的世界文學 對蘇聯文學的意見 跟蜜月期出現了很大的不一樣 蜜月期我們對蘇聯文學的意見 是實實在在的就是有干貨的 比如說蘇聯的這種這個這個 社會主義建設的那種非常細緻的那種情節描写 等到58年之後 它對文學作品的意見就有點走向空洞化了 往往是一種節日的渲染和一種比較虛構的 比較虛的領袖的歌頌 到63年之後 所有的蘇聯文學作品全部都消失掉了 所以這個是完全符合我們看到的解密資料裡面 所出現的這種動態 當然這個就要跟中文的資料結合起來去看 所以我們看資料 絕對說不能夠說你只看西方的 或者只看中國的 不可以要結合起來互相去看 然後去盡可能的 我們不能談還原歷史 但盡可能去勾勒一個當時的歷史面貌 對這個期刊的半刊的影響 所以這個其實談的就是一些 我看到的一些原始資料 所以這個跟大家分享一些 就是我的這個書裡面所講的一些內容 比如說我剛剛講的我要劃分歷史階段的 53到56年時期就是這種中蘇關係的 那麼我做課題的話呢 非常強調一個線索 53和56年代時期有一個很重要的歷史年代 叫做日代諾夫主義和解凍文學 我回頭會談的這個概念 那麼我通過這樣一個研究呢 會在我的文章的書裡的下一章 繼續把像解凍文學的概念 這條線索進一步拉出來 所以你會發現我整本書有一個完整的線索 翻譯文學和政治 但是呢在章節與和章節之間 我本身也有一個線索的這樣一個貫穿 連貫在一起 我記得我導師就跟我說過 說崔芬如果有一天你把你的文章 把你的博士論文 能夠拆成很多的文章去發表 很可能會出問題 為什麼呢 因為你發現你博士論文 並不是單節單篇文章構成的 因為你的博士論文 應該是有很強烈的前後的連貫性的 也就是說我可能沒有第三章的第三節 比如說我沒有第二章的第三節 我可能就寫不出我第三章的第三節 但是如果你只是單獨拿出來去發表 你會發現你的線索 你的整個互相的這樣一個什麼環節 勾勒的環節就可能會出現斷層 所以我基本上章和章節和節之間 前面跟後面之間 也會有一種相互的有貫連和貫穿 所以這個是我整個的一些線索 可以給大家去看一看 好 好 那我跟大家來分享一些個案 我今天要談到一個重點 就是我們對西方文學 歐美現代主義文學的一種意見 我們對西方的認識 跟今天的認識肯定是不同的 那麼你要研究西方 你當然蘇聯的視野是避免不了的 就是說蘇聯如何去看待西方 看待歐美 決定了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國人 如何去看待歐美 所以我們的視野 視線是很大程度上是受他們的影響 所以這個就是我始終所講的 我研究世界文學 但是你要問自己一個問題 這是誰的世界 這是誰的文學 好 我們來看一個有意思的現象 在蘇聯當時有一個人 叫日戴諾夫 這個人很厲害 他幾乎扮演了斯大林的傳聲筒 斯大林大家都知道 斯大林的文藝觀點 基本上都是通過他的這個寵臣 他就是一個寵臣 就有點像周扬跟毛澤東的關係一樣的 通過日戴諾夫來宣傳進去的 來傳播出去的 日戴諾夫對斯大林的觀點 很早在四十年代的延安時期 就慢慢的被中國當時的一些作家 被引入到中國社會了 那麼 日戴諾夫他有一些什麼樣的觀點 第一當然要歌頌領袖 第二要歌頌社會主義制度 第三要批判 批判什麼呢 批判那些持不同政見的作家 你看看他是怎麼批判的 左琴科和阿克馬托瓦 是誓快蕩覆 為藝術而易術的謬論的典型 這是日戴諾夫的原話 所以你發現你讀這些話 是不是跟我們當年很多 在國內讀一些話很類似 為藝術而易術 我們就不能夠為藝術而易術 我們是什麼 我們的藝術是為政治而服務的 從四十年代開始 一直往後 左琴科和阿克馬托瓦 他們是什麼樣的人 他們描寫的對象 不是描寫社會主義高大權勢的人物 他們描寫的是社會主義社會的陰暗面 所以這些人在當時 被日戴諾夫搞了一個什麼事情呢 直接開除出蘇聯作家協會 好這個問題就有意思了 一旦開除出蘇聯作家協會 就意味著你的文學作品的發表 以及你翻譯作品的發表 你都沒有獲得公開發表的可能和渠道 所以這個就是我回到剛才前面的 我要一個call back 就是什麼呢 為什麼當時49年之後 這麼多中國的作家和翻譯家 要加入中國作家協會 因為你不加入 你就沒有公開發表的可能和渠道 就是這個問題 你就沒有獲得了合法的贊助力 就是這個問題 好你看我們來讀一讀 日戴諾夫當年的話 他上過這個time的 蘇聯文學是社會主義建設 所產生的青骨肉 你讀起來是不是很肉麻 好我們要做斯大林的好學生 對不對 好所以你讀起來的話 是不是有種似曾相識的感覺 好我們再來看 他怎麼去批判資本主義國家的 資本主義制度的頹廢與腐朽 產生資產階級文學的頹廢與腐朽 所以他完全沒有因果關係的 他完全沒有邏輯性的 也就是說因為你是資本主義制度 所以資本主義制度是頹廢和腐朽的 所以是你的文學也是頹廢和腐朽的 所以這個就是叫做日戴諾夫主義 日戴諾夫主義 我專門就這篇文章 寫成文章在中國大陸已經發表過了 專門談日戴諾夫主義的 好 既然你的作品是頹廢和腐朽的 這個就意味著 在受蘇聯世語的影響 我們在世界文學在義文 在當時你發表資本主義國家的作品 發表歐美國家的作品 你就要很小心 很小心 如果你發表像馬爾 就剛剛講馬爾茨 這種美國共產黨作家的 寫現實主義的作品 是可以接受的 當然要經過審查 如果你發表馬克吐文的 基本上問題也不大 因為你讀過馬克吐文的作品 你就知道 馬克吐文的主題反映的是什麼 反映的是小人物 比如今天受這個資本家欺負了 明天受那個警察被挨打了 這種作品也是基本上可以的 偏偏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 所誕生的現代派文學 卻不可以 為什麼不可以 其實這個裡面 我還沒有一句話 把它放出來 因為日戴諾夫也說了 說西方的現代派文學作品 是頹廢的 腐朽的 是不革命的 不進步的 並且是下流的和黃色的 好我一會就跟你談談 什麼是下流和黃色的 好這個就是他的話 好他等於把這個文學作品 給你做了政治宣判了 所以這個時候問題就來了 在當時歐美作家 有沒有作品在世界文章上發表 有的 有沒有法國人 有法國的 我們都知道這個法國 是現代派的這個鼻祖 我們來看看 有哪些人被翻譯進來了 有艾綠雅 有科尼奧 有阿拉貢 有凡老師 這四個人裡面 我估計很多人都知道 第一個第三個和第四個 因為艾綠雅阿拉貢和法朗士 這個在西方的文學史裡面 是鼎鼎大名的 是鼎鼎大名的 好 但是你想一想 在西方的文學概念裡面 他們為什麼會出名 是憑什麼而出名的 科尼奧呢這個人 很多人也不了解 我也不熟悉 因為他是一個法國共產黨作家 當然艾綠雅好 那問題我們再想想看 我們為什麼要意見這四個人 這四個人 什麼樣的作品被翻譯進來了 在西方的語境裡面 這四個人裡面 艾綠雅阿拉貢和法朗士 這個裡面 我記得這三個人裡面 至少有兩個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 好 這四個人 基本上 要么是親共的 要么是法共 法國共產黨作家 所以這個是他們首先能夠獲得 在世界文件上得以發表的 這樣一個政治的保險 因為他們的政治身份很可靠 好 那麼我僅僅因為你政治身份很可靠 那我就可以把你的所有的作品 都發表進來嗎 對不起 不可能 所以在當時的譯文 我們出現了一種現象 叫做選擇性的介紹和目的性的責取 是什麼呢 就是說 尤其是艾綠雅阿拉貢和法朗士 他們的這個literary reputation 文學名望 並不是因為他們是共產黨作家 他們的文學名望在西方 是因為他們寫出了非常傑出的 法國現代派組織的作品 寫出了法國的現代派的作品 獲得了西方文學界的認可 但是他們通過一種翻譯的過程 不好意思 他的形象被轉變了 怎麼被轉變了 我剛剛講了 我們看這個期刊 不僅要看翻譯了什麼作品 也要看它的這個文學的評論 所謂的平行文本 當時我們在介紹這些作家作品的時候 譯者或者編者 往往後面有一個編後記或者譯後記 就是講我們這個人物是什麼人 艾利亞是什麼人 阿拉公是什麼人 法朗士是什麼人 法朗士是什麼人 那麼我們會發現 對他們的介紹 選擇性的介紹 介紹的是什麼 強調突出的是 他們是法國共產黨作家 只字不提 他們是西方現代派主流作家 只字不提 目的性責取是什麼呢 目的性責取就是 介紹的是他們所 發表過的 跟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 有關的文學作品 他們的現代派的作品 一篇都沒有被翻譯進來 完全沒有 好 還有比較有意思的 就是薩特 薩特你要知道 薩特他的前半生是親共的 後半生他宣布脫離共產黨 所以薩特這個人呢 在這個期刊上面呢 就進入 經歷了一個過山車式的變化 首先薩特的像 這個很多現代派的作家 很多現代派的作品 那個那個 像蒼英啊這些作品 都沒有被翻譯進來 都沒有被翻譯 所以現代派作品 絕對沒有被翻譯 但是呢 一文世界文學這個期刊 跟蹤追 報導了薩特的各種人生軌跡 特別是他的對共產主義的 這樣一種人生軌跡 報導的非常多 然後呢 翻譯了薩特的一些 現實主義的劇作作品 都翻譯進來了 每出一篇 他就翻譯一篇 每出一篇他就翻譯一篇 但是現代派的作品 肯定是沒有的 好 所以薩特的意見 幾乎是同步進行的 但是呢 有意思的是 你看薩特跟波夫 還到中國來過的 到蘇聯到中國來過的 但是薩特 後來在五十年代末 我宣布我脫離中國共產黨 脫離這個共產黨 法國共產黨之後 他幹什麼 好了 中國社會鋪天蓋地的批判 就出現了 這個批判還是很有意思的 不僅批判薩特本人 還要批判 當年是誰翻譯了他的 所以你要小心 當年誰翻譯了薩特的 好 不僅要批判 對不起 你不要忘了 你還要做自我批評 所以批評和自我批評 自我批評 怎麼批判 我記得 是誰啊 好像是羅大綱吧 翻譯法國的 他著名的法國文學作品 翻譯家嘛 就講 巴金好像也提過 意思就是 對不起 我當時瞎眼了 我怎麼看上薩特的 把他翻譯進來 我現在後悔 非常後悔 我要好好的反思和檢討自己 早知道薩特是這樣 這種事嗎 他們講 形容薩特 當時的期刊 形容薩特叫尤大 直接把尤大這個名字 掛到薩特 早知道薩特是尤大 我們當初就不應該翻譯薩特的作品 這是真有意思 戲劇性的 這種對作家作品的介紹 所以這個就是一種典型的 什麼 這個 選擇性的介紹和目的性的哲取 薩特和加密歐 本來是好朋友的 當然後來 這個 由於加密歐 看到薩特 親共產主義 所以加密歐後來跟薩特 就漸行漸遠 兩個人好朋友 就分道楊彪道 除了之外 我們再來看看英美 我們今天在 今天我們學習 不管是在大陸 還是在我們新加坡 我們讀西方文學史 我想我們已經能夠耳熟能詳 包括在翻譯室裡面 我們以耳熟能詳龐德 我們今天我看到有MTI的同學 下學期我們要馬上要開庞德的課 給你們聽 庞德 艾略特 奧尼爾 福克納 勞倫斯 葉芝 葉芝大家都應該知道是誰 寫這個時間去哪兒的 就是根據他的誓來寫的 唱歌的時間去哪兒的 對不對 勞倫斯你都知道了 黃色作品的 那個 這個什麼 兒子與情人的那個 對不對 艾略特 荒原的 乌爾夫 毛姆都是有同性戀倾向的 王尔德那更不得了 雙性戀倾向的 當時絕對是不可能的 所以典心的下流的黃色的 就是這麼來的 好 那麼 你可以想像嗎 今天我們這些 耳熟能詳的 在西方文學史上 一流的大作家們 在五六十年代 都沒有出現在我們的 中國文壇 至少在官方場合 都沒有出現 就是這些作家 所以這個也是很有意思 我們研究西方的作品 或者研究什麼作品 被翻譯進來了 但是我想跟大家去講 我們依然要關注 什麼作品沒有被翻譯進來 這個也是我們要去思考 要去想的問題 不僅僅要關注 什麼東西進來了 你要關注 什麼東西沒有被進來 所以這些東西 都是當初沒有被進來的東西 給大家看看 那麼在當時的這個年代裡面 我剛剛講了 大多數的這個現代文學 都被打成了黃色的下流的 現代派作家都沒有被介紹進來 唯一一個例外的 我想講17年之間 唯一一次例外的情況 發生在1957年7月 唯一的一個例外 為什麼 在日大諾夫主義的戰略中 文學思潮 極大的影響到了中國文壇 在這種文藝第二 政治第一的戰略中氛圍之下 在我們對現代派文學 把它視作不革命的下流的 在黃色的文學的情況之下 57年7月號 近年出現了 波特萊爾的惡質化 結選了 不得了 波特萊爾的惡質化是什麼 這是19世紀末 西方象征派的代表作 它開啟了西方 現代主義文學的思潮 一個鼻祖的作品 竟然破天荒的出現了 57年7月的 波特萊爾的 出現在了世界文學期刊上 好 這是它的分辨很漂亮 我有它的一手資料 如果有機會 大家可以去我的辦公室看 我的辦公室有上百册 世界文學的期刊 都有 大家以後有機會 可以去我辦公室看一看 我常放在那個地方 就是為了以後 繼續寫文章用的 你看這個是最開始的 最早的 它字就叫做惡質化 一開始出版 第一次出版的那個 裡面的那個分面的樣子 是這個樣子 很漂亮的一個圖片 好 好 還有你看 很不錯 你看 波特萊爾的 你看這個世界文學期刊 本來都是應該畫 領袖的樣子的 畫工人農民和士兵的 那種圖片的 畫社會主義建設的 熱火朝天的圖片的 但是出現了 波特萊爾的圖片 在50年代 這是不可想象的 好 那麼 我對這篇 詩作呢 也寫了篇文章 已經考察過了 那麼 我想為什麼 這在當時 產生了很大的轟動 因為你真正 我們的上百萬之巨的 發行量的讀者們 終於看到了 什麼是現代派的作品 因為你之前讀的作品 基本上都是社會主義 現實主義的 這是所謂的歌頌高大權的 歌頌社會主義制度的 因為你第一次看到了 原來現代派作品 是這個樣子的 你大概看一下 它不是描寫現實的 這個裡面有些關鍵詞語 我對它 我們可以做詩學的重視 就是這樣一種 理解 比如說你看 裡面寫了誰 寫了賣笑的女人 巴黎街頭的賣笑的女人 親子的眼皮 寫了窮富人 寫了她 消瘦冰冷的乳房 寫了她 翻流的血液 寫了她這些東西 痛斥巴黎社會的陰暗和腐朽 這個還可以批判一下 關鍵是什麼呢 它裡面出現了宗教的味道 你不要忘了 49年之後 我們的共產黨 它是無神論的這樣一個政黨 宗教的問題 我們是很小心要處理的 但是在這一部作品裡面 你看裡面出現了天堂 地獄 天使 撒旦等西方宗教 這個是在強調領袖崇拜 提倡無神論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下的 現實主義師作 所不曾出現過的 所以你可以想像 當時的社會的反響有多大 它給人產生的震驚有多大 好 當然出現這個問題的原因 我會有細緻的分析 最根本的環境原因 就在於1956年開始 我們開始出現了百花齊放百家正名 雖然很短暫 一年半之後就結束了 但是在短暫的這樣一個 百花齊放百家正名的 一個意識形態相對 開始可以 可以暢所欲的年代 我們的編輯部 抓住了這個機會 所以我講你千萬不要把我們的編輯部 看作是一個簡簡單單的傳聲筒 或者是一個意識形態的複製品 我們裡面的編輯 它絕對是有文學的堅守的 還是它很清楚的 它是真正知道清楚 西方的主流文學是什麼樣子的 那麼翻譯這個作品的人是誰呢 是陳靖榮 我專門對他做了一個研究 陳靖榮是九葉派的詩人 他在30年代在上海 其實就已經發表過很多相關的 波特萊爾的一些作品 那個張松建老師他研究陳靖榮 研究了不少 我裡面還引用過他的一些研究成果 所以他是一個從49年之前 就接受了西方 現代派思潮熏陶的這樣一個 中國的現代主義作家 那些現代派作家 然後呢 當時他其實就已經對波特萊爾 已經有所了解 那麼比較有趣的是 陳靖榮在57年7月份 他發表了七篇波特萊爾 《惡之花》在上面發表 那麼發表之後呢 大家看一看 在七篇文章之前 出現了一段文字的介紹 這段文字的介紹 署名是編者 注意啊 署名的是編者 不是異者 署名的是編者 那麼這段文字 他是怎麼寫的 他講 《惡之花》按照波特萊爾的本意 是指病態的花 原書的分面上有這樣一個提詞 將這些病態的花 獻給什麼什麼什麼 我國過去一向意誌 意成惡之花 這個惡字 本應當包含 醜惡與罪惡兩個方面 本應該包含啊 本應該 但是 往往被理解成罪惡或惡毒 隱身下去 惡之花就被當成了毒花 毒草甚至毒藥了 你看這些關鍵詞 你有什麼樣的體會 你會體會到 其實寫這段話的編者 他有話想說的 他說一指二的 他有言外之一的 他肯定的是什麼 他肯定的是 這個惡本來應該包含的是 醜惡和罪惡 但是後來被引申成了什麼 被引申成了惡毒 毒花毒草甚至毒藥 也就是說我們 在中國大陸的理解語境裡面 對惡的理解 發生了變化 發生了不同 在西方的理解裡面 我們應該理解成什麼 醜惡 這是一種文學和詩學的理解 但是你去讀 毒花毒草 設置惡毒的毒藥 好 毒花毒草 你看到這些關鍵詞 你能夠想到什麼 五六十年代 我們不就天天在講 毒花毒草嗎 香花毒草 對不對 所以這個編者 他其實就是告訴我們 他有話要說 就是告訴我們 惡的本意 應該從詩學的層面 去理解成什麼 去理解成是一種 醜惡和罪惡 而不應該理解成 是一種毒草和毒藥 不應該從意識形態的層面 把它重新理解 但是我想跟大家去講 為什麼 這句話是誰說的 當時我看到這句話的 我的直觀的第一反應是 這個編者 應該就是異者 陳金融本身 但是沒有直接的根據 沒有直接的根據 因為我了解陳金融 他是一個從三十年代 過來的人 我了解陳金融 如果他去研究 去寫 去翻譯惡之花 他對惡的理解 應該也是醜惡 他對意識形態的 去理解惡之花 他是有頗有微詞的 但是你知道 世界文學這個期刊裡面 很多都是異者的話 但偏偏這個地方 出現的是編者的話 你覺得異者和編者有沒有區別 是有很大的區別的 因為異者是指翻譯的人本身 而編者是這個編輯的團隊 編者是一個集體的概念 而異者是一個個體的概念 我們為什麼要以一個編者的概念 來替代一個異者本體的概念 好 我首先告訴大家 我最後的判斷是準確的 因為我讀到了1980年代 湖南人民出版社 重新再版陳金融所翻譯的惡之花 當時這本论一文集叫圖像與花朵 在這篇前言裡面 我欣喜地讀到了原話 就是在他的出版的前言裡面 你看 這是陳金融自己所寫的了 惡之花的惡在法文中 可以理解錯病態或仇恶 你發現這句話 其實就跟他五七年所說的話一模一樣 所以從這個裡面 我就能很肯定地說 五七年那個編者就是異者 但是陳金融為什麼不署名異者的話 而是以編者來代言 就是我講的 你通過我一開始 給你看到那些一手資料 你就會發現 這個世界文學編輯部 它是一個集體負責職 為什麼 他要分散政治的風險 所帶給的這個編輯部 產生的各種各樣的政治的可能 風險的可能 因為從主編副主編 到編者 到編輯團隊 你可以共同承擔 比如說你這個東西發出來之後 你要承擔政治風險的 你不知道這個到時候 會不會受到批判的 對不對 所以你不知道 那麼怎麼辦 集體負責是最明智的 所以這個編輯部 從一開始 就是我在我最早的這個 對世界文學的這個 編輯部的研究裡面 我就提出來了 他不是以矛盾一個人 獨斷專訓的 也不是兩個實質的副主編 樓士儀和董秋思獨斷專訓的 他實行的是 絕對的集體負責制 然後你從這個裡面 也可以看到 要最後承擔分險 編者們一起來承擔 而不是把所有的罪責 推到這個什麼 推到這個 陳金融自己一個人頭上 這個個案研究 就讓我們看到的 有什麼 在那個年代裡面 我們的議者 為了說出自己內心的堅持 用了一種春秋筆法 用了一種很曲折的 這樣一種表達方式 來跟主流的意識形態 形成抵抗 這個就是我想說的 我們做這種研究 不要簡單地看成 單向的政治 怎麼去影響到了一個議者 政治怎麼去影響到了 一個期刊的編排 我們最有意思的是 看到一個議者 一個作家 他內心的堅守 怎麼跟意識形態 形成一種相互的互動 而這種互動 才是最值得去研究的東西 才能把你的東西 形成的有意思 看到一個活生生的個體 他才從49年到49年之後的 是有轉變 還是規訓 還是等等等等 所以從這個裡面 從這個個案研究裡面 你就可以發現出一些 很多很有意思的問題 好 很多理論的部分呢 我就不談了 那2011年的時候呢 我當時有一篇小文章出版 那麼呢 當時 復旦大學的一個副校舟 叫郭西安老師呢 在中華讀書報上 就為我的文章呢 寫了一篇書評 我不知道 我完全不認識他 當時我完全不認識他 後來十年之後 我才認識他的 他就直接寫了一篇書評 然後我覺得他的這篇書評呢 對我文章的評價呢 寫得非常好 比我自己評價 我自己的文章寫得多好 嗯 所以他就這麼講 我覺得 highlight起來就是 這些部分 就是說我們第一 做文章小題大作 第二 不要陷入一種 庸俗的單項解析的模式 讓我們看到什麼 看到的是 這是一種文學和政治的 一種相互角力 相互互動的過程 呈現的是 中國翻譯文學 和意識形態 一種相互糾纏的 這樣一種特殊的景象 嗯 好 那我的講座就到這裡結束 謝謝大家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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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崔峰 我是崔老師 非常精彩的演講 呃 我想 崔老師 呃 其實是從當代社會 政治時的角度 介入我們翻譯文學 或者是翻譯學研究 學術研究的翻譯領域的一個 我們可能一般讀者 會他會去思考或看到的層面 非常精彩 我個人是收益良多 謝謝 好 我們現在就開放這個提問時間 如果大家有什麼問題 要向崔老師請教 或者有自己的一些意見 想要參考 來 請 先 他先來 好 我們先 那邊 那邊 我就先拋磚引譽了 首先真的非常高興 其實崔老師是我這個 南大這個 翻譯口譯課程的 老師兼論文導師 我非常感恩就是今年就是畢業 那麼長話可短說 就是我很關心一點就是我覺得 我們上課的時候都知道 哇 崔老師真的知識淵博 然後每堂課都是乾貨滿滿 包括今天的講座也是依然非常精彩 但是我很想請教老師 您是怎樣找那些論文資料的 因為我發現尤其我們找國內的資料 包括一些尤其是解放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949年前的那些資料 真的非常難找 然後包括哪怕我發現就是 50年代到80年代 這些書籍等等 也是非常 幾乎沒有電子版 然後都是紙字版 那麼就請問老師您是怎樣 就是 書裡出 除了看舊書鋪 那麼電子資料您是怎樣找的呢 謝謝 非常感謝崔博士崔老師 今天這個精彩的分享 我的這個題目就是說 您今天是那個演講的主要的時間段 集中在17年期間對不對 其實據我所知就是說 這個中國大陸在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 在這個南京 南京也出現過一本 這個叫做伊林的這個雜誌 我不知道易老師有沒有試圖 把這個過去17年和這個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的 這個伊林雜誌的這個相關的這個發表的 或者是異界的內容 做一些對比或者是做一些研究 就是這個問題 謝謝 謝謝 好 好 謝謝雪晋 謝謝張輝 兩個問題都非常好 首先是談了一個研究方法的問題 其實當年我們並沒有 我們17年 將近快20年前讀書 也不像今天有這麼便利的電子資源 很多資料也沒有放上網 坦白的講就是下死功夫 那個找到圖書館的這些資料 一點點的去看過去 然後呢就是跑舊書攤 坦白的講我在上海讀書幾乎 我覺得能夠讓我找到的舊書攤 我都會去找 我每個周末的工作就是去舊書攤掃資料 這是第一個 那麼 讀書的話呢我覺得 你剛剛講就是要 我覺得就是我們這個跨學科研究 確實需要有很大的閱讀量 我覺得這沒有討巧的辦法 對於我們的生活來講 每天就是讀書 從早讀到晚 那個時候還沒有家庭 就是就是拼命讀書 那個 我們工作可能就是 就是讀書就是我們的職業 對 那麼當然資料的話呢 你可能是閱讀越多 當然也會整理 但我們讀資料的話呢 就是 要會順藤摸瓜 你要知道這個 一個一個 它的引用的資料 是從哪裡來的 看它的reference 看它的這個文獻的參考 然後慢慢的去去找 哪些資料對你有用 哪些資料對你沒有去用 沒有用 甚至就是有的資料 在哪個地方有 哪個地方沒有 我們都要去知道 有的地方可能只有香港有 可能只有海外的 歐美的一些大學有 這個你都要去做實際的 沒有沒有電子版 就實際的去跑 所以這個都是 一步一步走出來 就是下死功夫 然後你有了一定的積累 有了一定的積累 慢慢的去知道了 那麼你慢慢 以後寫文章啊 各方面的話呢 你就會慢慢去成熟起來 所以一開始的話 其實是很辛苦的 我這個 我碩士階段其實寫的是鲁迅 所以我為什麼可以做到鲁迅 為什麼對鲁迅 其實我的課題 為什麼可以涉及到鲁迅 因為我對鲁迅本身的研究 也是很熟悉的 但是碩士三年 我做鲁迅的翻譯研究的話 大家都知道鲁迅的 研究鲁迅的是非常多的 但我可以比較有自信的說 至少在我2003年 開始讀碩士學位 那段時間 我能夠不僅僅讀 鲁迅的翻譯的作品 能夠把 別人研究鲁迅的作品 能讀的 我也都要去讀 也不僅僅讀翻譯的 鲁迅研究了其他的 他方面的作品 能讀的也要去讀 所以盡可能做到自己認為 能夠窮尽的一些文學資料 文學史料讀好之後 我才能夠敢去下面去做 去寫出來別人寫不出來的東西 這是第一個 然後 張慧的問題非常好 這個 其實在改革開放 開始的時候 已經有不少的期刊慢慢出現了 包括外國文藝這些期刊 但是我們 你的嵌入點是非常好的 其實這個嵌入我已經想過了 如果我以後再做世界文 真的有機會可以再做世界文學這個期刊的話 我不會單純的只是做世界文學這個期刊本身 因為80年代之後的文學版圖 就是誰的世界誰的文學 又開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因為大家都要開始去分享 文化熱和改革開放之後的文化成果 那每一個期刊 或者每一個出版社 包括他的出版社自己 本身開始要重新定位了 包括世界文學 他也開始有自己的競爭對手了 所以他可能 包括世界文學可能80年代 他更多關注的點 可能就是西方的現代派的作品 所以我們在80年代以後 可以看到很多西方的現代派的作品 慢慢被翻譯進來 但是其他的一些像藝林 像外國文藝 他就不關注這個 他可能關注的是新華的通俗文學作品 然後包括那個黎江 廣西的黎江文藝出版社 他關注的是諾貝爾文學得主的作品 所以他的關注的點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時候你要看整個的文學的版圖 翻譯文學的版圖 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 那麼這個時候 當然世界文學還是你的研究重點 還是你的研究的核心 你要去看它的這個重點裡面 它處於一個什麼樣的位置 放在一個大的環境裡面 去看它的這樣一個定位 那麼比較能夠好的去凸顯 它的這個研究的價值 如果要做的話 我會這麼去做它 好 謝謝 好 謝謝 下一位 你好 崔老師 剛才我聽了您這個精彩的這個報告以後 也是獲益量多 然後我想到兩個 就著您剛才那個話題 我想到兩個方向 一個方向就是做學問的時候 要盡可能全面銜盡地掌握資料 您說的第一手資料的重要性 在這個基礎上做一個分析的話 是非常好的 比如說您剛才有關那個 毛洞先生的那個 一定的一封信 我是第一次聽到 這確實非常重要 也是對我 心裡面我產生了 很前列的這樣一種感觸 我還注意到您剛才說的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說如果你資料少 那你就需要你有非常強的批判性思維 就是我顯然啊 就是因為我以前對您可能關注的不太多 通過今天跟您這個接觸以後 聽了您的報告 我覺得您的重點 還是在這個全面銜盡地掌握資料的基礎上來做研究 那好我就想問一下請教您 有關您在這個批判性思維這個方向上去發力 您是怎麼樣去做的 在這一方面希望能跟你學到一些東西 今天的這個主題上我學到了很多 但您剛才沒有詳細去講的那個方向 可不可以簡單的或者說很少的時間 就是盡可能更精準的 讓我們有一些收益 這是我的感受啊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這樣的一個想法 這是我想問的問題 就是有關在這個批判性思維 這個方向上去發力做研究 我想跟您請教一些 好吧 OK 這個問題很難回答其實 如果我現在重新去整理一下我的思路 剛才可能講的太快 那如果重新整理一下我的思路的話呢 我是覺得即便要有一個批判性的思維 還是要建立在對資料的廣泛掌握的基礎之上 因為你沒有對資料的廣泛的掌握 你可能形成不了你對的批判性的思維 那麼當然我自己所理解的這種批判性的思維呢 我自己的這種體會就是什麼呢 就是讀別人的東西你會第一產生疑惑 就是說是不是真的這個樣子 他講的就是這個樣子嗎 那麼有沒有可能其他的渠道 或者不是這個樣子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當然就是說 你能夠一眼讀出來別人的東西 講的就是不對的 能夠重新去推翻它 得出一個新的結論出來 那麼不管是哪一種情況 我覺得都是應該有自己的一定的積累 才能夠做出這樣的一種判斷 所以如果只是坦白地講 如果只是閱讀一篇我自己不熟悉的文章 或者我自己目前還具備 不具備去很好的去產發隱身 或者去足夠產生很多思考的一篇 一個課題一個方向 我覺得我可能讀一讀 也就接受了他的觀點 或者也就認為這個就是可能 可以去學的可以去做的 也有可能就是我覺得自己積累不夠 我覺得積累夠了 我可能會有更多的想法 我覺得還是要靠廣泛的閱讀 和最開始的一種原始的積累 我這樣表達一下 好的 就是有關這個話題 首先有一點不好意思 我並沒有就是想 就是我只是想一個學習者的心態 來聽一聽您在這個領域和這個方面的一個 研究的深度和廣度 是吧 我是這樣的想法 就是不好意思我佔大家一點時間 可能佔大家一點時間 就是我把我自己的一些想法 在這裡跟大家分享出來 就是說 因為 因為 就是 在這個 前進的佔有資料 就是全面前進的佔有資料的基礎之上 來做研究 這個是一個 就是很重要的一個方向 也就是說 如果你沒有前進的資料 不能全面佔有資料 你的研究肯定是跛腳的 也就是說 你的東西都不全 你肯定不能得出 一定得出是片面的結果 對吧 就是片面的資料 一定會得出片面的結果 很難得出 全面正確的結果 這個是毋晕置疑的 這個事情呢 我就提 不由得我就想到一個事情 國內有個很著名的學者 叫沈志華 我知道 您知道哈 他是原來是做生意 後來去俄羅斯去獲得了很多大量的資料 我相信 在這個領域裡邊 可能沈志華 我認為是第一人 應該是第一人 應該是第一人吧 應該就是第一人 因為我接觸過國內很多著名的男史專家 因為他們有些人是可以在專案檔案館裡面 看那些材料的 對吧 但是能看的人是極其少 我跟他本人聊過 他跟我講過 有些東西是不能講的 但沈志華先生手裡的東西 我相信他也沒見過 包括現在沈志華先生還在香港 全世界活躍 然後呢 他的這些資料 可能是 我想是第一人吧 應該是 應該是第一人 他買了很多那個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料 對 我看了一些他怎麼去獲得 在蘇聯獲得那個資料 因為他有做生意的背景嘛 甚至於跟那個管理員去喝酒 通過喝酒 他說沒有什麼是喝一次 我解決不了的問題 他甚至於這種手段 拿到了確實是 誰也沒有拿到的東西 請問您可以非常 我說太多了 嚴謹一干 好 嚴謹一干 我想把時間也給大家 我在一分鐘以內 把事情剪完 爭取一分鐘以內 就是第一點 就是資料的詳細這個毫無疑問 另外一點呢 我就想到了一個 就是說在批判的角度上 這個去更深重深的去研究 因為有時候 材料你是不可能 完全先進的拿到 對吧 有很大的局限性 對吧 所以我舉個不恰當的例子 就是說 這個就像什麼 像 有材料的人像做科學實驗 可以反复驗證 因為材料就在那裡 不同人有不同的解讀 有不同的研究 另外一個就是在沒有材料的基礎上 就像安因斯坦做 重理論物理研究一樣 是沒有材料的 或者說它是沒有現成的 材料 是先有思想 後有材料 大家後去印證它的理論 我不知道這個比喻 是不是恰當 在這個藝文和文學領域的 這個研究上 應該也是這個樣子 就是說批判性思維 是一種方法論 一種深刻的思想 來救極少的材料 達到很縱深 很廣的這樣一個研究 當然啊 我是希望 那個崔老師以後 在這個方面 能夠給我們帶來一些 新的東西 也希望下一次有機會 有關您開這個主題的時候 我能夠跟您在這個方面有所學習 這個是我想說的 就最後我再說一句 是一分鐘到了 OK 一分鐘到了 請一姐發言 好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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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到此為止 我想說就是不同的研究方向 有不同的研究方法 對 包括就是說 我們可能一部作品 放在我們面前 我可能關注的是 它的來龍去脈 各種各樣的 所以對史家的挖掘 是很重要的 但是可能一部作品 放在其他的 比如說文藝評論者的面前 他可能就這個作品 他就去評論它 所以可能掌握的方法 不太一樣 對 好 感謝崔老師提供了一個很好的演講 關於世界文學的這個主題 然後我現在比較感興趣的一個課題 其實是編委會 因為就像崔老師說 他們其實是一個政治團體 但是它是由一群人組成的 那麼就是說每個具體的編者 他的政治的傾向 他的審美的傾向 然後包括說 他的一些那個 就是對文學或者政治 這兩邊的那個態度的一個 本身的一個看法 會不會影響到 就是有哪些異作是被選取的 然後雖然說 他們是一個集體 需要共同承擔一個政治責任 那麼說 他們在你看到的原始材料裡面 他們內部會不會有一些爭論 或者討論 或者甚至一些爭執 就是對我有哪些 哪些議文要發表或者不發表 就是他們之間 會不會有一些 基於那個政治 或者個人的觀點上 會有一些更加 就是好玩的一些互動呢 其實啊 首先你放心 他們的政治身份 肯定沒有問題 因為如果政治身份 或者說他的表面上的政治傾向 有問題的話 他肯定不可能加入這個中國作協 也不可能進入這個辯論會裡面 所以這個是 絕對不會在政治大的原則上面出問題的 當然就是說 現在編輯部唯一能夠看到的資料 就是我剛才呈現出來的 一共其實就兩篇 他比較可惜 就是當年只保留了兩份原始資料 而兩份原始資料 都是發表的是 跟古巴有關係的 那個作品 然後討論的呢 除了就是講這個 古巴人民怎麼去反美 這個是政治傾向 他們在裡面 共同達成了一個共識 因為古巴人要反美嘛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呢 翻譯的質量 他們是有把關的 這個質量的把關呢 當時有一個話叫做 叫做齐清定 就是說 這個是他們這個編輯的術語 這個術語到今天還在使用 就包括就是說這個 文字的書寫 是否工整 有沒有基本的這個語法錯誤 包括這個語言翻譯過來的流不流暢 然後呢 他們的這個有 翻譯過來之後 有一教二教三教的 一樣的 就是今天我們能夠看到的 基本的一些編輯的一些 質量保證的東西 那個時候啊 它還也是有的 所以這個 所以它的整個過程還是很嚴謹的 沒有太大的問題 如果大家還有問題 我們還可以再容許多一個還是兩個問題 謝謝 謝謝 崔老師給大家講這個講座 我是第一次來聽這個 我是學理工的 不是很熟悉這個 但是呢 聽這個講座呢 想起來八十年代 我們在學校裡學那些 看到那些翻譯的作品 兩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 研究這個世界文學 這個翻譯的這個方面 會不會也遇到那些資料裡面有 這個 有資料裡面有不準確的 有真為混雜的情況 你怎麼樣來確定這個資料 第一次的資料 是真實的 是準確的 第二問題就是 你研究這個翻譯文學和政治 是以中國大陸 一個年 一個時間段為基礎的 你有對於這個時間段的 台灣的 香港的 這些地區的 翻譯的情況的比較嗎 謝謝 謝謝 謝謝趙先生 這些就是 還是涉及到研究方法的問題 在我們的 跟歷史有關係的一些研究方法裡面 我們都知道有一個概念叫做 孤正不可靠 就是單獨的一個證據 可能不是特別的可靠 它需要 比如說我們看到 《矛盾的信》裡面 它所這麼去講的 但是你又讀到《矛盾的自傳》裡面 它的話又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個時候呢 就是說你要去 還是要一個廣泛的閱讀 就是說 跟它相關的人物啊 事件啊 盡可能的去 勾勒出一個 你通過這些資料以後 你能夠自圓其說的一個階段 所以其實我們對歷史的考證 有的時候 是建立在一個 自圓其說的基礎之上的 我當然不太認可 歷史學者 或者傳統的歷史學者 他們所認為的 就是說 歷史是可以在線或者還原的 因為這個觀點其實已經受到了很大的批判 特別是在這個新歷史主義之後 像這個rank之後 什麼是真實的歷史 今天我們在書寫歷史的時候 我也承認可能包括我自己所做的翻譯史的研究裡面 肯定有很多主觀的內容 你們也完全可以批判 只能代表我一個人 在目前的資料的爬梳的基礎之上 所以我目前為止 我得出來的 可能可以自圓其說的一些結論 但是 你說多少資料能夠還原 能夠認為它就是真的或者偽的 其實很難去給一個 完整的學術上的一個鑑定 只能說就你目前手上所掌握的資料 跟你的研究方法 那麼你覺得你目前可以得出的結論是什麼 當然可能以後有了新的資料的出現 新的那些一手資料的出現 那麼原來的結論被推翻 這是完全可能的 就好比在我們這個佛經翻譯裡面 大家以為一開始這個七十二章經 是我們這個佛經翻譯裡的第一部經文 但是後來被梁啓超野一樣給推翻掉 這是一個偉意的一個作品 所以就是說後人推翻前人的 這樣一個過程 我覺得是完全是很正常的 另外同時期的話 當然港台文學 我們有專門的港台文學的研究的學者 我涉獵不多 但是包括我這裡也有台灣來的同學 郁振如果你有的話可以補充一下 但是在當時肯定是情況不一樣的 在六七十年代的話 台灣的很多作家作品已經開始像西方的 現在很早就進入了台灣的這樣一個校園 進入了文學領域 也有相關的作品出現了 包括香港也是一樣的 其實翻譯的作品也是一樣的 大家可能知道這個美國情報部門還專門資助過香港的翻譯家 在香港專門資助他們 就按照美國的意識形態 去資助他們辦一些期刊 有相關的一些計劃 已經有相關的學者寫出文章出來了 所以美國人也一樣把手伸到了台灣 伸到了香港 干涉他們如何去進行翻譯和出版 所以當時確實是一個錯綜複雜的這樣一個情況 是蠻有意思的 謝謝 我想我們今天這個演講時間也差不多了 我想剛才我們聽眾朋友提文獻材料的運用 還有研究的方法 還有更重要的 批判材料的 批判意識的 我個人倒是覺得 崔芳老師這個批判意識是相當強的 因為我想他一開始的時候 提的一個做研究就是要提問題解決問題 他提的第一個問題就是 翻譯文學 世界文學 誰的世界 誰的文學 我想這個他的切入點非常有意思 我們新加坡在90年代 1990年代的時候 曾經經歷過一段 不斷地跟西方 尤其是美國的一些 所謂的自由主義陣營的人物 做辯論 爭論和吵架的過程 當時我覺得我們這邊 有人是這樣說明的 他們批評我們說 尤其是思想 出版 報章 有一些管制 沒有像美國那樣的自由 但是我們這邊的人 回答是 其實 我們是 除了中文 不但原文馬來文以外 大家更廣泛使用的是英文 因為是英文 我們新加坡大家所熟悉的一種語文 所以基本上我們對外部的世界 可以說是不設防的 為什麼這樣講呢 他說你看 從日本 港台 尤其是中國大陸 他們的人民如果要認識外面的世界 很大程度或主要的渠道 還是通過翻譯 而怎麼樣的翻譯 學哪一些東西來做翻譯 就決定了 他們的人民認識外面 是要先有一個過濾鏡 我想 隨風老師今天的 對於世界文學 或者義文的研究 恰恰就是 用他非常雜實的研究 證實了我們當時所聽到的 這兩方面的陳述 是一定的真實性的 尤其是在中國 你要選擇的 就是為什麼 隨風老師一直提說 西方現代主義文學的缺席 的確 這些大家可能不被錄的著作 其實更應該佔據 世界文學的主流地位 如果你要談西方世界的話 對嗎 為什麼恰恰是缺席的 而且我們當時更常聽到 或讀到的是所謂的 拉丁美洲的 或亞非拉的文學 其實 在英語世界來講 我們所看到的 在這邊的英文出版物裡面 反而是拉丁美洲國家的作品 是最缺少的 反而是我沒有認識 拉丁美洲的文學 而是要通過中國的 或者是香港的 拉美文學的翻譯 才能夠讀到 因為這個地方 它基本上是西班牙文的世界 而不是英文的世界 所以我想 這個應該就是 我個人的理解 這就是崔老師的批判意思 他要給我們看的 就是我們應該思考 表面我們看到的東西 講的是世界文學 但是是誰選擇 誰過濾出來的世界 誰過濾出來的文學 我個人覺得是他今天演講 也是他的研究裡面 最精采的部分 我們一起起立鼓掌 謝謝崔老師好嗎 謝謝